打死你 妈 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他知道他了 打死你 你给我属镜上身的货 竟敢掏钱了 看你像个赔钱货 那是我妈给我买猫的钱 是我妈的嫁妆 放你娘的骗 这个家 这老鼠路过 我还得拔个猫呢 更何况 这红彤彤的票子 给我 打死你 张婷 听你奶奶的话 走开 怪谁 怪你妈 没生个带爸的 还有你 请私藏家 今天饭都别吃了 都怪你 但是是个男孩 我真也没钱买包吗 早就劝你要做手术了 早就劝你要做手术了 现在可好 胃癌晚期 做手术都没用了 婆婆不给我花钱 我能咋办吗 事后不早了 我回家做饭了 你都病成这样了 还要给他们当牛做马 晚霞 你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吗 是啊 我早就没为自己活过呢 你还知道回来啊 想把我们饿死啊 我这就去做饭 妈 我喂他 要不今天 您做饭吧 啥 我做饭 你是现成的 我 哎 你这个造天杀的儿媳妇 你欺负我儿子死得早 你想把我老太婆累死啊 哎呦喂 没法活了 醒饿妈 别吼了 谁让你当初贪便宜 卖了个可福鬼回来呢 你哥那是病死的 是妈不送他去大医院的 是你咳死了我的儿子 你还翻咬一口 哎呦 大家都快来评评礼啊 都来评评礼啊 他却翻咬我一口 哎呦 好沈子 你又闹什么呢 人我给你带来了啊 你的本家 看就是他 你表弟妹 表弟妹是吧 哎呦 是建民呀 啊 是 快给你表哥做饭去 快去 我家 我给你搭把手 不用了 我是你表哥 是咱们王家本家的人 嘿嘿 我家 你可真好看 你干嘛 你搁了我 不算外甲 来 让我抱一下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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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上你第一眼 我就缠你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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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我家 你跑什么呀 你看 婶都给咱俩疼地方了 来来来 让我亲一下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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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什么羞啊 救命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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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民 你这是怎么了 哎呦 婶 苏晚霞 一脚传的人要命的地方了 这怎么生儿子呀 烦了你了 你表哥都能打 妈 是他要强帮我 你管不管 妈 不是跟你说了 叫你别着急 先把他灌醉吗 妈 你什么意思啊 还什么意思 我想要个孙子 这建民也是本家的人 跟他生一样 人家给了八万块财力 到时候我们又有钱又有孙子 这多好的事了 嫂子 你好福气啊 她上个老婆都已经疯了 你们 你们为了钱 全不管我的死活 这个父亲给你要不要 我倒是想要 谁让他看上你了呢 你吃我的喝我的 你也为我老婆子想一下行吧 再说了 你生儿子 也能给你养老送终了 我又不生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女儿我也还 嫂子 你这甲包糕做得还挺像药的 你整这幺蛾子没有 等建民好了 就把你嫁过去 我不嫁 这事由不得你 还愣着干什么 携衣服去 快去 快去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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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神 可是我给你找的 这介绍废 这自家亲戚还要介绍废 没有 去 哎呀 大池子 你放心 我会给他治的服服帖帖的 你又惹奶生气了 你就不能安分点吗 不然奶又有难无撒气 妈就是忍去吞生你奶 才敢把我卖了换彩 这日子真没法过 妈想走 你这么大岁数 没钱文化也低 跑出去能干什么 不如 嫁过去幻彩里 我还能买包 你说什么呢 你这么大岁数 还能卖个八万不错了 隔壁层二手货 哪能卖这个价钱 我求了你奶三天三夜 才让你去上学 就是想让你学知识 懂道理 你说的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我奶都说了 你让我上大学 身为大学生彩礼稿 你装什么好人啊 楚总 咱们云圣城包的土地 就在前面 到时候专门生产有机蔬菜 供给你名下所有的酒店 好 茄子 好 你好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是啊 我们是自驾游 这忙碌了大半辈子了 一条腿都入土了 现在不玩 什么时候玩啊 你都病成这样了 还要给他们当年做马 晚翔 你以为自己活过一天吗 不行 我要离开这个痴人的地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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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是 你是把我送到这儿的 啊 还有 哪里不舒服吗 医生说你这个病 我知道 反正家里 不会给我钱看病 你能不能帮我离开这儿 怎么能给别人添麻烦呢 我得回家做饭 你 你胁迫了 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试试吧 怎么疼 胃疼啊 爹子有人对我这么好 举手之劳了 我看你衣服有点脏 这样 你屁我这件 我送你回去 谢谢 洗个衣服脱了一晚上 你咋不着喝了淹死 你上哪去 剑民说了 生一个儿子给三万 这多好的事 这么好的事 你跟他上去 烦了你了 你给我进去 儿媳妇杀人了 我也不能活了 妈 我衣服你洗哪儿去了 什么都干不好 你这把怎么当的 妈 回来也不做饭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娶你是干啥的 我快死了 没有一个人关系 一个一个都想拿我换钱 这身子 不能再这么过 杀人了呀 我衣服呢 快去做饭 这真是 我们一定要 你敢嫌 拿回来 把我 把他打扰了 啊 反正沒幾天活動 我不想再伺候你們了 我生女兒走了 你不是女的嗎 他是賠錢貨 那你就是老賠錢貨 你好吃懶做 要不是我去地裡幹活 這個家早就被你做直升功了 還有你 我的好女兒 你剛出生發高手 他們誰管你 還不是我剛生成的 灰在大雨裡求著別人送你去醫院 王建民 你這個欺軟怕贏的我鬧肺 你配得上我嗎 告訴你 從今天開始 我要自己出去找活幹 你一個個誰都被想拦我 我說今天怎麼那麼硬勤 是找到野男人給你撐腰了是嗎 說 身上的衣服 是哪個野男人給你穿的 為什麼你救命恩人 不是什麼野男人 你不是父的 建民 教訓他 段下 你居然敢找野男人 你可別想跑啊告訴你啊 我可是給我彩禮的 我出去 我出去你要幹什麼 你們如果不讓我出去 你就一定要死在這兒 他沒有我 你們幹怎麼辦 奶 你會讓我媽去嗎 不然他死了 家裡的活我可幹不了 是啊 再說了 幹活還要結碼呢 你要去就去 你當我家裡幹活 族長 你家找幫工 你看我行嗎 你婆婆說你啊 不守富道 我們啊 可不敢用你 你你沒事吧 是你啊 那個醫療費我 醫藥費的事就不提了 你是這個村的 是啊 我正好缺人手 跟我到前面幹活吧 好啊 那前面被大老闆承包了 你給大老闆種地 本事真大 是啊 走 我們這邊幹活呢 半天一半 日節 你看行不行 行啊 我能幹 我這就去幹 半天一半 和全天工資一樣了 得了癌症還出來找工作 肯定是有困難嘛 咱們也不是做慈善的 你直接白給他工資得了 也行啊 啊 不對不對 這樣太明顯了 這樣 你 偷偷給他掌工資 來了 你看 工錢呢 這一下午就這麼一點兒 還不如中這兒呢 做飯去了 婶儿 我啥时候能跟婉夏成亲啊 趴在气头上 要动刀子怎么办 让她得意两天 婶儿啊肯定会给你安排 来来来 婶儿 新气的 头副萝卜 二副菜 你这要种错了 这你都不知道 你真是种地的 我 我给老板打砸的 怪不得 我给你带了饭 先去吃 好 这是绿朵汤 你尝一下 这干净的 不是 好喝啊 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人给我送够饭呢 乱说 你老婆不给你带饭了 嫌我穷 丢下我和孩子 跑了 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带饭 反正没有你 我也没有这份工作 对了 手术费准备怎么样了 手术费那才能起啊 我就是想离开那个吃人的地方 我支持你 你不觉得我想离开家是不守复道 胡说八道 难道女人在家里干一辈子活 那叫守复道 那是吃人 我先干活去了 我也该回去了 我们有勤劳的双手 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 对 初总 气氛都到这儿了 谁先把侠姐拿下呗 她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我们还不知道呢 对了 帮我联系一下最好的医院 好 老天爷 希望下辈子 我也能有那样的幸福 你妈是不是中邪了 干那么多 还挺乐的 一回来就往厕方了 够吃东西呗 有个医疗基金的项目 做手术 免费 明天呢 我带你去看看 不可能吧 要有这种好事 诊所早就告诉我了 这个项目啊 名额不对外的 所以 我找朋友帮她忙 欠你医药费还没还呢 这又麻烦你 不白帮 以后啊 你每天给我送饭 好 别动 我帮你 妈 妈 出大事了 宋王侠侠装出去干活 实际上勾搭野男人去了 我去干活了 站住 整天空好着要出去 原来是去偷人 我哪儿偷人了 我在干活 你得了吧 我都看见了 那脸贴的都快清上了 光天化日 真不要脸 我呸 他在帮我吹沙子 我们清清白白 清清白白 那你藏私房间干什么 还给我 藏钱干什么 跟野男人私奔 傻侄子 你还不快来 你媳妇要跑 赶紧把她快拆房 放开我 我可是给了彩礼的 放开 宋侠 听话 快快的 给我生儿子吧 你敢碰我一下 我就种子在这 宋侠 饿了他三天 看他敢不敢硬气 宋侠 我告诉你啊 老子忍耐是有限的 把我逼急了 我他们什么事 都能干得出来 可得把你妈看好了 她要是跑出去 过好日子 就再也不要你了 放心吧 奶 早点嫁给建民哥 你也不至于 造这份罪啊 妈妈 妈妈 吗 吗 吗 是吗 乃快来呀我们要跑 医院联系好了 小姐怎么还不来啊 你们在等苏碍霞呀 他来不了了 为什么 他小骨子碰见他偷人 被他婆婆关起来了 什么 他家住哪里 就前面上坡呢 但是车过不去啊 走 还想跑 家民 你姐夫要跑你还不快来 你个臭娘们儿 我好生好气地求着你 你居然想跑 我让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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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跑 你可跑不跑 我让你跑 让你跑 让你跑 可跑不跑了 前面就到了 快 这下老实了吧 大侄子 把他弄过去 他生米做成熟饭 看他往哪儿跑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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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你臭娘们儿 给咬我 我打死你啊 住手 哎呦 来 我家 我带你去医院 云桥 先住手 欧许总 你个贱夫 敢来家里抢人 他可是我儿媳妇 死也得死在我家 我今天就要带他走 我看见谁敢了 不行 你 干嘛 那是我媳妇 别废话 快追 这么大的医院 这得多少钱 你们谁是苏晚霞的家属 我们可没钱 苏晚霞抢救无效 死亡 妈 你胡说 这能吃能睡的 怎么会这么弱 你是在质疑我吗 这里可是医院 苏晚霞市场有多种伤痕 我严重怀疑他遭到虐待 帮我出份证明 我要抱歉 抱歉 是你 就是你害死我儿媳妇 我 医生 我儿媳妇 我儿媳妇 就是在她家里干活 累出了一身病 对 她也勾引我嫂子 可原是勾引不成 就把人给打死了 你得赔钱 没错 十万块 少一分都不行 我儿媳妇 我儿媳妇 已经不在了 你们居然一点都不能 还在这里额钱 你们还有没有人心 哎哟喂 你们都来评评理啊 就是这个王八蛋 他勾引我儿媳妇不成 竟然打死他 现在他还不赔钱 我老婆子可怎么活呀 这人怎么这样啊 是啊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撞死在这儿 我撞了 哎妈 你要是死了 我们可怎么活呀 算了他撞 不是说好了吗 不用出来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撞了 各位 就是他们 把我打尽医域 还额我救命恩人的钱 恶婆婆伤人 还烦咬一口 这儿媳妇可真惨 只是越老越坏 就是呀 看什么看 这是我们家事 你管不着 赶紧走 你没死 你装什么呀 快跟我回家 我不回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 绝对不可能 再给你家卖命 你那点活 够多能干 我让你回去 是瞧得起你 快点跟我走 保安 这里有人闹事 你给我等着 绝不能让我逃过 妈 我饿了 这碗都没人洗 就知道吃 这地湾几天没灑了 怎么就没一个干活的呢 你别看我 我可不干 人家说了 干活的女人 找不到好老公 看我干什么 我来你们家 那是为了取婉霞 回去给我生儿子 现在人找不着了 还想我侧候你们啊 你去 你不去我打死 着火了 着火了 哎呦 我心甘的厨房 哎 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哎呦 这个造孽啊 怎么回事 快走啊 沙儿 我今天要是吃不着肉 你就给我退残礼啊 不不不 这就做 这就做 残礼可不能退啊 赶紧的吧你啊 你这个配钱货 你饭都不会做 你还上什么血 还不如早点嫁人呢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家 专家我找到了 等他回来 就给咱们做手术 好 接个电话啊 五万块的医药费 都是他出的 我拿什么还 王家还有我的嫁妆 不行 我得拿回来 太难吃了 我要吃炸鸡 你个饿死鬼的东西 就只能吃 养你还不如养头猪呢 不吃 你就滚 莫帅 你说我发什么火啊 要不是你把苏安霞关柴房 咱们家也不至于没人做饭 哎呀我那是吓唬吓唬他 谁让你下这么狠手啊 那么你让我打的吧 我把丑花说简通 那人要是找不回来 我可就吃你们家住你们家了 吃我家 奶 我该交学费了 没有钱 你个太一千呼 上什么学 你不说大学生 财力要的多吗 给我要 我要吃炸鸡 我要吃炸鸡 哎呀 我跟你说啊 热找不回来 太财力 饿死了吃炸鸡 哎呦 你们到消停店好吧 哎呦 我这造什么孽呀 我不在家 家里挺热的 我下回来了 回来正好 赶紧做饭去 你们有手有脚 自己不会做吗 把我的嫁妆还给我 哎呦 你那点嫁妆 还不够不替你吃饭呢 我欠了医院医药费 不给我嫁妆 你出钱吗 我没钱 来 你就把钱交了吧 我不能没有妈妈呀 他走了 谁给我洗衣做饭啊 自己的女儿 不让我走 竟然是怕自己吃苦 我 那按村里的规矩吧 明天去阻挡 先分家 再还我嫁妒 要想要干什么 这就是你的了 这家里的房产田产都是你的 这某人小分家 我让他一点都拿不走 真好看 还给我 千方邻居呀 大家都来看吧 这儿媳妇谋残害命啊 哎呀 千方邻居呀 你们都快来看呐 儿媳妇谋残害命啊 是啊 都是一家人 这么好的儿媳妇 可是打这灯弄都难找啊 哎 这哪有儿媳妇一进门 就要分家 还唱镯子 我可没几个月呢 我就是不想再当生鸽 在后你们这群白眼狼 这儿媳妇不就是当牛做马吗 我们家条件这么好 想当我儿媳妇 你看她她她 这挤破头 多的是 竟然选择你 你就知足吧 我又不行 我也不行 啊 方婷 你说说 这事说的对不对 对是对 那都是当初了 是在你们一家人 又懒又馋 算下累死累活的 是的 还不如村口的叫花子 都快四十来岁的人了 还要被卖掉换彩礼 哎呦 也就她蠢 要换别人早跑了 就是 这些事你们这些外人都明白 可我却足足人了二十年 还涉及有一天你们能把我当人看 我真是蠢 这个家 必须得分 假装 也必须得还 你敢 看我不打死你 我看谁敢拦我 犯了你了 你打一个试试 往这打 打呀 下一次 下一次 我只更难你投射 原来平时欺负我的人 也就这副德行 亏我受了二十年的罪 明天上午 去左掌那分家 反了你了 你们怎么不拦着呀 我害怕 这 看我干什么 那娘们疯了 我不害怕 哎 他们都拦不住 我怎么拦 我妈翻家 我要跟她走 你敢来 让你这么大 就是来换彩礼的 你要是敢走 我才断你的腿 妈 咱去找村长 他献咱们家钱 必须把事给咱办了 对 找村长去 这个阶梯子给我抓回 你就放心 把我们地都拔了吧 我把证不用农友 只要品质好 价格不会少 刘经理啊 你们先去看地 好 好 走 云强 我家了 又味道了 我终于要分家了 我要离开 那个吃人的地方了 恭喜你啊 你出来多久了 赶紧回去 组长啊 我儿媳妇她勾搭野男人 要跟我们分家 还要我们还嫁住啊 那野男人 是那么集团的临时工 那要是不帮忙 咱们就分手了 好 肯定帮 放心吧 这个嫁妆她带不走 谢谢总长 我家都这算数了 还闹分家 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你还是嫁给我吧 我保证以后对你好 怎么对我好 再把我关进采访 打断腿吗 你个压尽嘴里的东西 这男人打女人 不是天经地义 是吗 那咱们赶紧分家呀 你跟那天经地义去啊 你 想分家是吗 好 看这儿 你来我家二十多年 吃我的喝我 我都记在这儿呢 过年的时候 一封一封又有三炸长线 上个月 你炒豆芽子 掉了一根豆芽 我这一笔一笔的钱 都记在这儿呢 你要十倍奉还 好啊 这点小事的记账 那咱们就来算算清楚 我嫁到你王家二十 你闺女一天要吃五顿 我给你们家做过多少顿 春中秋瘦 我给你们家跟过多少木田 又霜了多少碗 洗了多少衣服 那城里人给保姆一个月多少钱 你算算看年轻有多少 你算了 哎呦 我也没法活了 我是个儿媳妇 竟然是个白夜郎啊 他克死了我的儿子啊 他还够一眼男人 还要跟我分家 还要分我的钱 我这米萨这么苦啊 我也不能活了 儿媳妇哪有岸份的呀 看这老师 这么坏 哪有儿媳妇给婆家要钱的 哎呀 族长 你可也来了 你可得给我拼拼礼呀 我呀 就是脾气太好了 我儿媳妇欺负我 我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呀 陆晚霞 按照王家村的规矩 儿媳妇一辈子都要伺候婆家 你要是不遵守 可别怪我按族规处置 我就算死 也不想跟那王家有任何瓜葛 这个家必须得分 家装也必须得还 美人 走归处置 王家村的规矩不许任何人挑战 你儿分不分 分 分 还要不要嫁妆 要 接着打 我可谁敢 你没事吧 他妈的谁 陆先生 好啊 你还敢带人找上门是吧 这就是他的野男人 你说啥 苏晚霞和他 苏晚霞是我的朋友 人家都说了 人家都说了 是朋友 我 你个臭野猪 也跟我家白菜地 赶紧把他进猪笼 再多说一句 我就让你进猪笼 赶快闭嘴 这啥意思 当着谁呢 你别忘了 你可是欠我家的钱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云盛集团的人 我已经调查过了 他就是个临时工 别往他脸上贴近了 不就是云盛集团吗 我放下 我男朋友 可是云盛集团的大经理 我这就叫他过来 收拾你这头老猪 喂 老公你快点过来 我都快被临时工 欺负到头上了 我告诉你 等我男朋友来了 你到时候下跪求饶 都晚了 你快走吧 别为了我把工作给丢了 再云盛集团 能动我的人 还没生虫 别吹牛了 苏晚霞 你就算找野男人 也找个客谱的吧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是我 是我 你好 你好 我是让你来收拾他 不是跟他打招呼 是 处理他 你不知道他刚才多小着 你可是大经理 他就是个打杂的 快 开除他 你 闭嘴吧 我先把你给处理了 楚先生 对不起 我这就跟他分手 你千万别怪罪我呀 苏晚霞 今天必须分家 明白明白 是 这 这啥意思呀 一个组长 一个经理 这都向着他 哎呀 喂 别嘴 你们一家人什么东西 全村人都知道 自从苏晚霞嫁到你们家 每天起的比鸡早 吃的比狗差 一天还爱你三顿的 这家早就改分 还有我 全村人都找回来了呢 这怎么回事呀 怎么你们都想着他呀 少废物 赶快分家 慢着 想分家 给钱 不然我就死在这儿 多少钱 我给 十倍 不行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我不能再有你的钱了 这个 是你二十年来 所受的苦难 和被剑套的尊业 你看 我被这个东西损了二十年 他们拖到我重病缠身 没几天可活 但今后不一样 我就是我自己 我是苏晚霞 我要为自己而活 婆婆 王桂花 儿媳 苏晚霞 正式分家 好 好 把家庄给人家 你干什么 你自己没接中怨谁呀 你 我原来想把它卖了 还给你医药费的 原来你难回嫁妆 就是为了我呀 十万块 你得攒多久啊 不还给你 我过意不去 你不是说过吗 只要靠双手去劳动 就一定能创造 更好的生活 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了 就搬过去和我一起生活 帮我一起分摊房租 对了 为什么组长和刘经理 都替你说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过是最近呢 工作表现比较好 当了老板的司机 他们帮我们 无非就是给我老板面子罢了 这样啊 走吧 初总 这是您让我准备的礼物 初总 您不和苏姐说明身份也就算了 怎么还住这么差的地方 这你就不懂了 我呢 是不希望他觉得是我在施舍的 对了 你啊 也要注意保密 好的知道了 环境是差了一点 你凑合住 这里 势必不上王家 可在这儿 我至少 是个人 别哭 我向你保证 未来啊 你一定会有更好的生活 站住 什么时候还钱 大哥 我钱都买包了 你再宽限我两天 没钱 没钱就用你自己还啊 别别别 大哥 我没钱 我妈有钱 你去找她要 熊的连个鸟都没有钱呢 我找找 我找找 那 那肯定有钱 锁着呢 你们干什么 妈 妈 我欠了点钱 你帮我还了吧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见了 家里没钱 走 你也走 你们套出去 不给钱是吧 可以啊 那拿你来还啊 怎么样 一百块钱一次怎么样 你放开 妈 别怪我 我还年轻 还得嫁给城里人呢 放开 这 你 去你妈了 你被把他打死了呀 谁替我换战呀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啊 你们已经分枪 还在这里干什么 有钱 你还给你带我钱 你paid 你夹 我 要么给我还钱 你要么 你们母女俩让我带走一个给我底战 借你多少錢三萬 你幹什麼借那麼多錢呀 還不是因為你不給我錢買吧 還不是笑話嗎 這樣呢就算我求你了 你給我把錢還了吧 我還給人欺 我還得嫁給有錢人 不能被他毀了呀 算我求你了嗎 你很快是我今天 我去寄錢給你 媽媽 求求你 求求我媽 等一下 她的錢我還 不行 這是你的血汗錢啊 拿上錢 馬上給我滾 媽 你分家了 我想跟你過 我願意喊她吧 你讓她給我買包呗 你 滾 你說的對 你過上好日子就不要我 我恨你 我不會讓你好過的 怎麼了 胃又疼了 張家馬上就到了啊 很快就能做手術了 來 就知道吃吃吃吃 起來幹活 誰要你把她放走的 我不敢 你 你這個死劑 今天啊 你們要嘛 交出晚霞 要嘛 給老子退彩禮 你 我可是你 婶子 你真是乾燥 我娶了蘇婉霞 你才是我婶子 我要是娶不著蘇婉霞 你她娘的就是老冠菜狼子 今天你啊 要嘛 還錢 要么交人 不換是吧 哎 哎 哎呀 放下 放下 我給你想辦法 想什麼辦法 想什麼辦法 哎 看到沒 這是我孫女 把她賠給你 行嗎 就那小乾杯鴨的騙子 老子不惜啊 我就要晚霞 叫人 又不還錢 你放心 我一定找人 把她給弄回來 你 楚總在家嗎 你說什麼 什麼楚總 我是說 楚先生 怎麼總是不在家 他給老闆開車去了 那麻煩你告訴他 你你的菜快熟了 你的收購價格 能不能再嘗嘗 就這點事 哎呀 我先走了啊 這一個開車的 還能訂收購價 華強啊 芸強啊 這個金镯子 怎麼回事啊 今天族長 親自來給你送禮 還讓你訂收購價 還有至今十萬塊錢的醫藥費 三萬的債務 你都是說給就給 華強今天這個金镯子 你真的就是個打雜的 我 還是說 戲弄我很好玩 華強 我沒有戲弄過你啊 前段時間 我看你的镯子碎了 我就尋思著給你買個新手錄 能嫁妥 你這又浪費錢 我都多大歲數了 還嫁給誰啊 我 我 華強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 我願意 你看 你一回來我就質問你 我就做法 以前 你在王家天天坐 以後我來坐 以前在王家那是被迫的 但是現在 是我心甘情願的 來 多吃點 謝謝你 親愛的 多大歲數啊 這跟歲數有什麼關係啊 再大的年紀 也有追求愛情的權利啊 是不是 我陪老闆出差 我陪老闆出差 明天回來 你在家裡面好好照顧自己啊 你放心吧 我陪老闆出差 嫂子 赵弟出事了 你快去見他最後一面吧 赵弟出生禍了 人快不行了 就等著你看他最後一眼呢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快跟我走吧 再晚來不及了 赵爹 等会儿你先装病 咱们先想办法留住他 等明儿 输了洞败了糖 生命做成熟饭 不从也得从 行 只要我妈老老实实在家 我一定哄着她 行 只要能娶了晚霞 我干啥都行 远远 快救我 你怎么样了赵爹 妈 妈 我想你了妈 你别走妈 嫂子 赵爹知错了 我也知错了 还有妈 贱民 我们都知道错了 我们以后 一定好好待你 赵爹都生病了 天天做噩梦找妈妈 你就陪陪她吧 晚霞 妈做好饭了 咱吃点饭吧 之前是妈不对 直到你不在家 妈才意识到 自己太过分了 妈给你赔罪了 我给你跪下 您不用这样 都过去了 晚霞 妈做好饭了 咱吃点饭吧 晚霞 来 多吃点 看你都瘦了 是啊 跟着打杂的 吃了不少苦吧 回来吧 保证天天有肉吃 我想 我呀 给你买了几件 好看的衣裳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想补偿一下 表弟们你 今天我照顾朝地 明天老楚回来 我就回家 行 都听你的 鸡蛋都让他家跑了 我还没吃着呢 你小声点 等他入了洞房 让他吃进去 全部给我吐出来 嫂子 是妈让我给你打的洗脚水 你洗完早点休息 你洗完就放哪儿 我明天早上来收 妈 我给你洗 我给你洗 花夏 你起来了 梅珠 给你嫂子倒杯牛奶 哎 嫂子 喝牛奶 谢谢 晚霞 妈给你做件新衣服 你回事看看 我不合适 妈在给你赶爱 妈昨一晚上呢 快去试试 或许 他们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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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事咋样 是个办堂吧 合适合适 真不错 那要是 那要是 我爱你 我爱你 那姓楚的 来抢人 怎么 放心吧 我都想好了 找弟 我妈的手机 我们分手吧 我和王家 我和王家才是一家人 别再来找我 好 好 这颜色太鲜艳了 不合适 合适合适 真好看 今天是个好日子 别愣着 赶紧拜堂嘛 什么 什么 拜堂 哎呀妈 这是为你好 真能给得起彩礼的 都是好人家 你们联合起来骗我 你能那里犯了什么 别废话 赶紧拜堂吧 原来 放开我 老朱发现我不在家 一定会过来找我的 他不会来找你了 我刚用你的手机 给他发了分手短信 他真伤心呢 多亏了你的好女儿 啊 不怪我 你不想买包 这就是我 怪在云内以后救活的孩子 送亲以后 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行了 赶紧拜堂 别耽误时辰 我回来了 是不是也出去买菜去了 我一想啊 去王家了 他要分手 啊 出差了一天就要分手啊 不行 跟我去王家 一拜天地 不好 野男人来了 坏了 来抢人了 王主 啊 啊 或是吗 把他给我看住 赵爹 就按我说的吧 你妈妈呢 我姑带着我妈去买衣服 我们一家人以后要好好生活 你不要过来打扰我们 我 哎 哎呀 你过来了 我正做饭呢 一起吃点 我要见王家 王家他还没回来呢 之前 是我 我们做的不动 我给王家保证了 以后对他好 这不 你剁了肉 给他剥剥身子 其实啊 这一家人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王家在我这儿 都二十年了 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说对不对啊 就是 我妈说他根本离不开我 左海叔永远陪着我呢 以后 我一定好好孝顺他 或许他们是真的反省了 我终究 只是个外人 麻烦 帮我告诉王家 只要他过得好 我可以离开 行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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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人家说了 成全你过好日子 接着拜堂 二拜父母 我不嫁 放开我 我想 只要你过得幸福 我愿意成全你 来 初总 王家当应对他好 换我开车 送我回事 好 放开我 夫妻对败 送入洞房 好好好 又是我的儿媳妇了 以后啊 孝敬公婆 伺候丈夫 送入洞房吧 以前活不了多久 你就放过我吧 我这也是为你好吗 大不了 这才分你一半行吗 你别管我 我这的话 我这一堂棒子带着 我家 咱们还是回屋吧 哎 我请 放开他 放开 这已经拜堂了 我看谁敢带走他 赶紧滚 不然老子弄死你啊 老师 你快走 别管我 干什么 赶紧把人放了 哎 组长 这都白糖了 点规矩啊 老乡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老师 我我也疼 我送你去医院 啊 王家人 抢我未婚妻 你看着办 明白 明白 你们好大胆子啊 分家了还敢抢人 从今天起 你们家 未来三年收着 给村里人平分 哎呦 不行啊 组长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祖叔的鸭子又飞了 老东西 退彩礼吧 这彩礼都被我花完了 花完了 从今往后 你将老小 伺候我 那可不行 恐怖 明天是非多 绝不让他好过 你不是走了吗 我是想走啊 但是我不甘心 我想听你亲口说 你过得好 老扯 小 我听你婆婆说 你跟谁都可以 是真的吗 你放屁 你再过来 我就去找组长了 你都是一个寡妇了 还怕什么 你婆婆说了 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住手 他们每天都这样 王老太太让他们这么干的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对不起啊 我保证 以后 一定好好保护你 你对我已经很好了 我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你 等咱们日子好起来 咱们就搬家 好 哟 这才几点呀 这苟且伤了 你可真不要脸 是你让他们骚扰玩笑的 怎么 这寡妇门前 总得有几个偷星的汉子 你来干什么 出去 王健民为了娶你 给了八万块 这钱 你可得还 你收的钱 我凭什么要还 你不还 就让周帝 嫁给村口的王二傻子 他可是打死三个老婆 你要是舍得 明天就让你嫁过去 不行 你不能护害我女儿 不行 那去给钱 我们没钱了 我可不够 这一天之内 这卡里要是收不到钱 就要朝地嫁过去 好丑 把我很快 这怎么办呀 我想办法 你怎么办呀 我打算在这边搞个旅游区 这几天就东宫了 你 我老板 建工程度要不少人吧 老初 我想到挣钱的办法了 把我刷了 快点的 我们唧唧的 这么多衣服 你想累死我吗 我不行 你跟谁大呼小叫的呢 我是你姑姑 你放开我 都怪你那个妈 败坏咱们家名声 想把你卖了都卖不出去 黑钱我还想白吃饭了 赶紧开火 你伤口 不 妈 咱家现在连个肉都没有 人家肃晚霞在宫地卖盒饭 已经值不少钱呢 那宫地 不是大老板的吗 他怎么能在那里卖盒饭 看起来 肯定是有男人安排的呗 拿盒饭来了卖盒饭了 爸爸娘 这个月的饭就在你家吃喽 真好来一份啊 放心保证亮大味道好 卖盒饭 我让你卖 卖盒饭 我让你卖 扔啥扔 脑子还没吃呢 我卖盒饭关你什么事 老板娘别怕 我们在这 我看谁敢买 谁来我咬死谁 什么人哪这个 你们叫什么 哎 哎 走走走走走 你搅黄了我的声音 我拿什么怎么办 快去 我不管 你要分家 我就不能让你过萧承的日子 你卖一天盒饭 我就闹一天 爸 我就提前看一眼 我后妈长什么样 我看完就走 臭小子 我在外地出差呢 等回来再说啊 喂 我就是要提前看 老板娘 来饭盒饭呗 太有事了老板娘 不知道为啥 你这个盒饭呀 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喜欢吃的话 我再送你一份 自己拿吧 谢谢啊 我虽然没吃过我妈妈做的饭 但我吃了这个 我就能逆刻知道 什么是妈妈的味道了 多少钱啊 六块 这么便宜 我钱包不见了 你的会儿 我打电话让人送 我手机也没电了 算了吧 你要是没钱坐车 那口袋连二十 你先拿去用吧 谢谢娘和新大门娘 我明天就还你钱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们又想干什么 卖盒饭啊 怎么 就许你挣钱 不许我们换个饭吃 我没这么说 卖盒饭 来 一份五块 两大十块 他这便宜一块 来一份啊 来来来 你这便宜是便宜啊 一点肉末都没有 怎么吃啊 是啊老板娘 我们都是干体力活的 这没有肉啊 走走走 还是去吃侠姐家的吧 走走走走 别走啊 回来 来一份 拿一份 两家盒饭 是好心的老板娘 哎呦 不收腹道的人 还有钱赚哪 这老实人 一口饭吃都没有 我可怎么活呀 老奶奶 老奶奶 哎呀 老奶奶 是谁欺负你了 老奶奶 是谁欺负你了 就是我儿媳妇 不舒服的勾引野男人 把我们一家人都扔在家里 不管不顾啊 怎么这样 太过分了 这还不够 他跟野男人过好日子还不安分 拿着卖盒饭的幌子 还勾引别人 还不忘泡妹眼呢 你是不是磕带人家了 他在往外跑的 小伙子 你不是这村里人 你不知道呀 我儿子死得早 家里日子过得苦 他不想过苦日子 不想挨饿 羡慕外面的女人 吃得好穿得好 想出去工作 第二天他就供应野男人 跟我们分了家 我闺女七早餐 还买盒饭 就想买件好衣服 没想到他竟然抢生意 这不是断我们的活路吗 妈 你别说了 头怪我不会泡妹眼 我会勾引男人 嫌弃家里穷 还跟野男人跑了 跟我妈一个样子 还欺负好心老板娘 太过分了 老太太 这口恶气 我帮你出 太不想话了 你 收太回家 不许在这卖盒饭 你 收太回家 不许在这卖盒饭 小伙子 我理解你想要为他们出口气 可是你这做人 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 妈 你为了八万块钱 要把我卖掉换彩礼 我不愿意嫁 你就打断我的腿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被你打进医院 你还不捉钱 我是为了怎这个钱 才想着要分家的 结果呢 你把我的镯子也给摔了 还是你所谓的野男人 拿出他的棺材本 替我把这个钱给垫上的 后来分了家了 你们还骗我回去 给我下药 给我拜堂 我差点就死在哪个家里了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了 我怎么就不受妇道了 这老太太真不道 老奶奶 她说的 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因为她撒谎 我是她女儿 我可以作证 我妈一起想逃跑 把奶奶和我扔家里不管 你说什么 她分家后 我投奔她 她怕我花钱 一巴掌把我打回家 对她来说 我就是赔钱货脱油瓶 后来 我想妈妈 只能跟她说我自己快死了 她才愿意看我一眼 妈妈 我逼了夜酒嫁人好不好 我把菜里都给你 你不要嫌弃我行不行 我生气呢 你就这么诬蔑我吗 女儿哪能刀她自己亲妈呀 看样子她就是个骚货 对呀 骚货 赶紧滚 你好不许在这摆摊 滚啊 赶紧滚 小虎子 你快走吧 人家有关系你惹不起 现在卖盒饭还要靠关系吗 前面这块地 就是云胜集团 给度假村的 他野男人有关系 把他安排在这卖盒饭 只能工人卖他的盒饭 不许卖别人的 我是未安吗 那你们怎么能过来呢 明明就是我的饭量大 味道好 我们连一点浑心都舍不得给工人 这些工人都可以为我作证 对对是 放到不安分的女人 咱别替她说话了 你看看 这兵工人都不敢帮他说 好 有人帮他是吧 那我就遭了他的摊子 我该谁敢拦着 小虎子 你可别冲动 他野男人 是云胜集团的红人 就连经理 老板都得让他三分 那我可真是好奇 什么人能在云胜集团 有这样的本事 人家是大猫的司机 我爸的司机 对了 就是 叫 冲林强 我爸看上的女人既然是他 这种女人 不就是为了我爸的钱吗 我必须赶紧想办法把他赶走 老奶奶 你放心 今天这口恶气 我必须帮你出 我是你们这新来的经理 把这个贱人赶走 我给你们工资分配 分配啊 赶紧走 赶紧走 我不走 他们颠倒黑白 凭什么走的人是我 我小姐 你还是快走吧 那是我们领导 得罪不起的 这种女人跟她废话什么 赶紧滚滚滚滚 滚 砸了 走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最恨你这个不安分的女人 赶紧滚 明天要是还敢来我打断你的腿 老奶奶 以后呀 就没人跟你们抢身衣了 以后 你们都来他家买盒饭 请我来主 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给我来一块这个 这个 妈 这次咱可真大方了 老板娘 这些钱还给你 我 你忘了 我昨天钱包被偷了 你给了我免份盒饭 还给我签坐车呢 昨天他是把我当成苏瓦侠了 天降的愿大 不要白捕 是我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做人呐 一定要守信用 这些钱还给你 我在这附近 也没个落脚的地方 我去你家住行吗 我给你住宿费 行啊 给钱啊 太行啦 小伙子 快坐快坐 今天呀 多亏你帮忙 不然 喝饭卖不出去 我们娘俩又得挨打了 为什么呀 我儿媳妇 跑路了 这些亲戚啊 都来吃绝户 让我们出八万块钱 不然就拆房子 我们娘俩 为了关钱 就好几天没吃饭了 妈 咱们自己家的骨 跟别人说有什么用啊 我去洗菜 明天还得做盒饭呢 太可怜了 这八万块钱我来帮你们出 不能让你们无家可贵 真的 老板娘 你是好人 我必须得帮你 我这里啊 正好有八万块钱 你们先拿着 哎哎哎 你去哪里啊 在家吃烤饭吧 我爸为了这女人骗钱骗感情 我必须去把她赶走 来 哎慢点啊 啊 你都能为了这点小事 耽误他的功绩 苏晚霞是吧 你怎么又找来了 我是楚云强的儿子 这里有十万块 离开我爸 除非老楚亲口跟我说 不然 我不会跟他分手的 我懂 你不就是想多加点钱吗 开个价吧 我说了 我不走 老楚为了我 把养老的钱都花了 如果我现在离开他 那才是无情无义 所以除非老楚亲口跟我说 是我的手段吗 老楚 咱们的感情 怎么就那么难呢 苏晚霞 今天这片地跟那片地 你一个人都熟了 我凭什么听你的 就凭我是这管事的 就凭我是这管事的 美助医 美助医 这份工作满意不 满意 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干 绝不让某些人 扑紧爽滑 你 我没有不受负荡 我没有偷男人 我没有做 我没有偷男人 我没有做 承风哥 你是当经理的 那你家一定很有钱吧 我就实习经理 工资不高 我爸他自己有个小门店 没多少钱 你就是谦虚 有开门店的 都是大老板 真羡慕你有家长陪在身边 我妈不要我 我连包都买不起 天天被同学笑话 苏晚霞真是太自私了 自己过得好 顾不上女儿 我帮你教训她 承风哥你真好 快吃菜 今天的菜都是姑姑做的 真的 多吃点 我就惦记着这一口呢 这味道 怎么跟我那天吃的不一样啊 今天这菜是我做的 美猪啊 她手受伤了 是是是 不是让你别干活吗 这样吧 美猪仪 我把你献上给我爸 以后呀 你就在家享福吧 那可太好了 你放心 我肯定拿你当亲儿子一样 好好照顾 等会儿就把这房子给我拆了 不许拆 这房子是老储做的 你拆了它就没有地方住了 不拆也可以 你离开我吧 拆 不能拆 这是老储做的房子 你拆了它就没有地方住了 你拆了它就没有地方住了 全都给我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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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 没事吧 我可以走 但这个房子真的不能拆 不然你两个针锋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两个针锋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两个针锋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谁都不能把你从这儿赶走 谁都不能把你从这儿赶走 我有话跟你说 到屋里去 你来的正好 我有话跟你说 爸 你马上跟他分手 他这个人水性洋花 他就是为了你的钱 你认识他多久 你了解他多少 一上来就说别人水性洋花 你的家叫哪儿去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了解他 他婆婆都亲口说了 他就是为了你的钱来勾引你 他甚至还分了家 剩下老人孩子都不管 王奶奶都快吃不起饭了 带着女儿出来赚点钱 谁没那么贱人给想走了 你甚至还下命令 让所有工人都买他的饭 爸 你为了他 连点原则都没有了吗 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你就听王家一面之策 就对他当下一人做妇店 你将来 我怎么把公司交给你 不只是王奶奶 还有王昭帝 他亲生女儿都这么说他 这事实还没有造谣 自己母亲的女儿吧 苏王霞的遭遇 你随便去村里面问一个人 都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 爸 你已经被他给迷惑了 根本分辨不出来是非 听我的 我有更好的人选 你马上跟了个贱人分手 闭嘴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的未婚妻 我就要说 他就是个便捷的贱人 你 你为了他打我 你还说你没有被迷惑 你刚来这个村多久 你就跟我说你要结婚 你只在乎你自己的感情 可是你要找的不只是你的妻子 更是我的妈妈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苏婉霞 到现在为止 也只是认为我只是一个穷司机 我相信他的人品 我相信他 未来一定会是个好妈妈 好妻子的 那我觉得王美珠更合适 他勤劳 善良 而且做的饭 有一种家的味道 王美珠 又啊又馋 他 他甚至不会做饭的 好 既然说不通 那我就自己想办法 我一定要让你看清楚苏婉霞的真面目 我希望咱们的家 和和美美的 我现在跟他说什么也没有用啊 老楚 我行的正 做的直 我会迟早有一天会解开的 行 听你的 昭帝 出什么事了 陈锋哥 我同学骂我是没妈的野孩子 是买不起衣服和包的穷狗 我就反驳了一句 他们就打我 太过分了 你在家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买包 我想要云氏集团新出的包 好 没问题 陈锋哥 你真好 那你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买包 好 蠢货 等这个月前了工资 我去镇上给你买件新衣服 我跟你一起去 给你也买件 不用了 只惦记着给自己买新衣服 对亲女儿不闻不问 你还真是个好母亲 那你问问她 当初逼她亲妈嫁人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管什么理由 我只知道昭帝是我妹妹 她因为没有妈妈 没钱买新衣服 所以才被同学们欺负 赵帝 我劝你别动什么歪心思 这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同样的话 我也送给你 注意你的态度 老初 我们走 妈妈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多看我一眼 我不管什么理由 必须让她露出她的真面目 喂 帮我办件事 万侠 好久不见啊 我去找组长 别啊 今天没别的事 就是有人想请你去做客 放开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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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嗯 楚成风 你这么做你爸知道吗 四晚霞 你虐待昭帝 抛弃老人的时候 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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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你所有做过的恶事全部都说出来 我要让我爸看看你的真面目 我没有虐待昭帝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抛弃老人 你可以去找个人问一下 整个尊子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怎么当牛做马 伺候他们一家子的 少废话 你要是再不说 我就把你扔在这儿 听说 这晚上可是很多毒蛇的呀 啊 陈锋 你其实是个好孩子 你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的 你放了我吧 不然到时候 你肯定会后悔的 流眼泪 川可怜 你的招数招地都跟我说了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我也不为难你 你把如何勾引我爸的事情都说出来 我就放了你 没有 我没有勾引你爸 我们是自由恋爱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就在这儿自生自灭吧 你 你要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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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莫名的事 走 让开 让开 孙阿姨 救火车 救火车 快 来 让让 他明明可以逃跑的 可是为什么要救我呀 他为什么要救我 我想怎么样 还在手术室 他应该在餐地 为什么会跟你出现在石工楼 我就是想下午的 我想让他承认是为了你的钱 爸 他明明可以逃跑 他为什么要救我 爸 我现在不想跟你解救这些 我想 他是未来晚期 再过几天 专家就给他做手术了 你给我记住 如果他今天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爸 爸 回家吧 我来收拾 你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那爸 我下午再来看你 陈风哥 你吓到他了没 他怎么说 我不会再针对他了 为什么 他当初可是给了我叶尔光呢 可是他为了救我 差点没命 他现在怎么样了 可是他为了救我 差点没命 他 他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想救出 如果真要出点什么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那是他的骨肉剑 他就希望这样 才能作为你后妈的位置 可是就为了这个 他连命都不要吗 只有这样你才能相信呀 我困了 没事就他干嘛 你要有什么事 我该怎么办 那他要出了事 你怎么办 你这不是没事吗 我以后 不会再针对你了 但是你使用苦肉剑没用 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不同意你跟我爸在一起 如果你们结婚 我就不认你这个父亲 我尊重你的想法 老初 咱们分手吧 我不同意啊 从小把你拉扯大 你现在翅膀硬了 你干涉我的幸福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你家长骗光吧 他不是这种人 好了 你瞒着孩子突然找了个伴 这任谁第一时间也接受不了呀 承风 我看你袖口破了 阿姨给你补补 你又不跟我接触 光听别人对我的评价 对我 是不是也不公平啊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伤王吗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伤王吗 小心针 我给你们买新衣服 以后活可不许让我干 我干都我干 没注意 我衣服破了我缝不好 你抱呗 你买件新的不就得了吗 好歹也是个经理 这点钱总有吧 我钱包呢 我钱包呢 你这两天忙 是不是掉在路上了 我昨天还看到了 查一下我卡的消费记录 您的卡下我买了很多女装 刷卡人是王昭帝 你来得正好 我有话跟你说 承风哥 你怎么了 我本来以为 这辈子都会被同学吵响 被我妈嫌弃 是个没用的人 直到遇见了你 我才知道 被关怀是什么感觉 赵弟 你是我妹妹 我会永远对你好的 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买什么好吗 你正好 她只是想过几天好日子 这次就原谅她吧 承风快来了吧 通知她了 她要不来啊 打断她的腿 就这样 还没有美猪仪做得好 美猪会做饭了 我就吃一口啊 这菜在哪儿买的 什么在哪儿买的呀 这呀 是你苏阿姨亲自为你做的 不可能啊 这是我那天吃盒饭的味道 你吃过我的盒饭 哦 对了 那天有个小伙子 吃了我的盒饭 他钱包还被偷了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那个卖盒饭的呀 不 不是美猪仪卖的吗 我还给了你二十块钱 给你坐车 你忘了 太好熟了 老板娘 你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建民哥 还是我 更好些吧 那是 是你 上次就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认错人了吧你啊 齐克 你偷了我钱包那天 卖盒饭的人可看见了 他可以给我作证 你跑不掉的 苏晚霞看见了 他跟你说的 真的是他 钱包我可以不要 你给我说清楚 王奶奶一家和苏晚霞的恩怨 究竟是怎么回事 哎呦 那我可太知道了 王老太 为了八万块钱 就要卖丢自己的儿媳妇 苏晚霞差点被打死 还有 赵丽 你那还有多少钱 我想相亲 你给我买条裙子呗 这段时间 花了他不少钱 不能让他起义信 放心吧 就那员大头 我随便掉两滴眼泪 他就心软了 妈 你放心吧 他就是个傻子 不然 他也不会把我认成缩侠呀 阵风哥 你怎么才回来呀 人家等你半天哦 你是等我 还是等我这个冤大头的钱 没注意 我上次吃了你三份盒饭 钱包被偷了 你给了我五十块钱回家 是吗 不是啊 我明明给了你一百 你是要还我吗 那份盒饭 根本就不是你的 是苏阿姨的 好啊 你们一家人都来骗我 就是为了我的钱 还差点让我害死了苏阿姨 你自己认错人 怎么怪我呢 再说了 我们说什么你都信 那就是你傻 我是傻 错把恶人当成了好人 说了那么多 伤害苏阿姨的话 怎么 你自愿给的钱 还想要回去 没门 我王贵花的钱 只进不出 好 族长就在来的路上 有什么话 你跟他说吧 王贵花 你骗人钱财 按照左规 没收房产 捉出族谱 妈 妈 族长 你为什么总保证外人啊 我做事 要你管 陈锋哥哥 我知道错了 你不能让我无家可归啊 那苏阿姨无家可归 当牛做马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爸 你都打算结婚了 还不把身份告诉苏阿姨吗 以前嘛 不想告诉她 是怕晚霞误会 我是在同情她 现在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开什么口啊 没什么 我来说吧 其实我爸并不是四季 他是 你们一天之内给我搬出去 赵弟 妈已经不想跟你一起生活了 谁要跟你一起生活 这房子 是我男朋友名下其中于她 我要结婚了 不租了 收回来做婚房 结婚 你跟谁啊 我 赵弟 你跟他年龄相差太大了 你确定你要跟这样的男的 年龄大怎么了 你不也这么大岁数 按耐不住禁我 过大老头吗 你别太过分了 我就说了 怎么着吧 我男朋友 有的事情 你那老头 哦 原来他就是你爸 一个司机被你穿成一个小老板 你挺要面子 赵弟 你知道你说出这样的话 让你损失了多好的机会吗 笑死我了 怎么说 还因为你是大老板的儿子呢 那你就怎么知道 我不是呢 都什么时候了 还装逼呢 赶紧搬出去 不然 就告你们私占民宅 听说王家房子被没收了 正好咱们过去住 不比这宽敞 赵弟 你确定这个人靠谱吗 干嘛 你就是见不得我过得好是吗 我老公 给我二十万财力 房子也是我的 还要给我买车 你不是嫌我是偷偶平吗 你不是打我巴掌吗 告诉你 以后你过不下去了 可别来打扰我 随便你 我们走 把你打听过来 这个钱浩明就是个骗子 经常冒充富豪 到处骗婚 我看来 赵弟 肯定是上当了 我最后再提醒他一次 也算我这个做母亲的 对他人真意惊 还是我们家赵弟啊 有本事 找个好人家 是是是 赵弟 最孝顺了 先说好 赵弟的嫁妆必须准备三金 要不然 别开心我家大门 这么多呀 奶 将来我嫁给他 他手下的房子都得是我的 这三金算什么呀 行 我劝你们再想想清楚 你来干什么 想跟我们去过好日子 我可不答应 这个钱浩妙 他就是个骗子 他会把你的嫁妆都抢走 然后再把你赶着门去的 你胡说 苏我侠 敢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就是嫌弃我 你就是见不到我比你过得好 我要跟你断绝关系 陈子 你确定你不要妈妈了吗 从你不给我买包那天起 你就不是我妈妈 好 就当我眼眸心下 二十年前跪在大雨里 求人给你看病 现在说出心里话了 你就是嫌弃我 从今往后 你我母女 缘分一尽 专家说了 你这个呀 不是晚期 做手术来得及 太好了 那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 妈 救救我 他要打死我吗 臭娘妈 你还敢跑 妈 他骗走了我的嫁妆 还要打死我 我后悔没听你的话 我错了妈 他可是跟我领证了 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你们娘家人管不着 我是被你骗的 说给我买车买房 结果什么都没有 我说啥你就信啥 你傻不傻呀 赶紧给我回家 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妈 救救我 准备一百万 我就和他离婚 要不然 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他嫁出去的 妈 要不然你就把钱给他吧 我后悔没听你的话 我错了妈 一百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而且 你不是已经写了断军书 跟我没关系了吗 妈 我错了妈 我错了 我不该冒怨你 我不该谈不虚荣 我不该断军关系 我错了妈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吧 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啊 没钱 跟我走 等等 你叫钱昊明对吧 云圣集团分公司行政经理吧 你知道我 那就少惹老子 云圣 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据我所知 你一家老小 还指望你的工资 过日子呢 你被开除了 被开除了 我好怕 你以为你是云圣集团的老总啊 他就是 刘秘书 这人冒充总裁 赶紧把他 楚总 这个人已经被开除了 这是他近几年 能用公款的证据 我们会提起诉讼 这 你这是楚总 把他带走 是 楚总 我错了 我只想为了给家里挣点钱 我才变婚的 你原谅我吧 夫人 我真的不知道是你的女儿 要不然给我一把仗我也不敢啊 楚总原谅我吧 楚总 夫人 楚总原谅我 你 你真是大老板的儿子 王朝帝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 可惜 可惜你自己执迷不悟 我错过了什么 我都错过了什么呀 妈 我错了 在你却会做人之前 别叫我嘛 你走吧 我会改过自新的 你 你真是云顺总裁 王朝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 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可是你这样的大老板 我哪配得上 哎 配得上 我说的 苏阿姨 不是 妈 你可不能不要我和我爸呀 是啊 我想你赔礼道歉 没有告诉你 但是 我对你的心事真的 相信我 可是 我结过婚 还有孩子 你这样的身份 我也结过婚啊 还有这个婚小子呢 人哪 一定要向前看 不要看过我 对啊 妈 好 希望他真的能够改过自新 赵地啊 奶奶我无价可亏了 你可不能让奶奶饿死啊 赵地 你也管管哭哭啊 我当初就是听了你们的挑唆 才会误会我妈妈 你们只是咎由自取 我不会再管你 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爸 车都来了 快带着妈回家吧 走回家 我怕什么事啊 我倒下 我怕你 你不在争不 你怎么说 我不能玩 養自然 你不在你 你不在汽水